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银奶晶 这个气候变迁还有减碳的问题 现在是这个全人类呢 共同所面对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何让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呢 能够在因应这个气候变迁的挑战上面 能够有多一点这样的能力 这个是在城市治理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今天呢请到新北市环保局的李俊逸的检任激政 请这个李激政呢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如何纳入这个青年的力量 来加入这个气候变迁 然后就环境永续来进行这个工程 来做这个挑战 欢迎记者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这个新北市是我们这个全台湾的人口最多的 然后所以说他在城市治理上面 他所面对到的挑战也非常的困难啊 就新北市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做法 因为这个是一个呃 这是一个现在最关键的议题 我们看到嗯在这个世界各国的特别是像欧洲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个国家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啊环境议题常常是年轻人的最关切的议题啊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台湾在这个方面的进步性啊 实在是有一些落后啊 新北市有些什么样的做法 嗯应该是说我先做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啊 新北市里面我们18岁到40岁的人口大概占了我们新北市三成左右 嗯大概有120万对啊如果以2050进龄这个目标来讲 刚好18岁到40岁这个年龄层是未来我们在进行道路上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对所以我们自己新北市也希望是说在这个年龄层的伙伴朋友们 可以带来很多的创意或者是行动来加速我们整个推动嘛 嗯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政策的沟通上 以优先责定了他们当我们的对象 嗯因为大家一般来讲啊 气候变迁议题老天真的是很公平 他不管是富裕国家或者是落后的 嗯不管是有钱人没钱的 到气候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受害 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点是可以激起大家的认同 但是比较一般来讲 大家觉得比较艰深的那个气候变迁的政策 我们要怎么去跟民众或市民朋友去做沟通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这一这几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了 嗯嗯 举例来讲我们常讲说永续发展 是说我们可以满足当代的生活需求 但是不要去危及下一代满足其生活需求的能力 刚好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就是可以让大家深深的感受到 因为你现在我们可能觉得我科技进步了我生活变好了 但是你有想过因为我们人类的资源的浪费碳排的增加 竟然会危及到我可能20402050我的温度上升 会让我的气候变迁 或者异常的气候更频繁的发生 大家没想过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切入点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很重的主要是两个是说 我们怎么把正确的知识传达给青年朋友 另外我们要怎么让他们会采取行动 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改变 但是要怎么让他们真的是成为那自己希望的改变 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对就是说可以可以做什么 这个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这气候变迁 虽然说还是有很多人呢 认为这个全球暖化呢是个假议题 像川普就不信 但是呢我们的确看到这个极端气候 比如沙漠地区什么杜白机场什么大雨啊 然后我们现在的面对到的像这种洪水啊 强降雨啊暴雨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是他现在是在普遍的哈 你看美国今年呢也有好几个州呢 都受到这个洪水之害 所以说大家只大家意识 大家现在比较能够意识到这种气候变迁 带来的这个灾害 但是怎么做 就说比如说回归到 可能在克责这个政府的层面上 大家想到的就是啊 你这个下水道要通啦 你的防洪啊或什么设施 但是事实上呢 人真的是个能 现在我们已经不讲这个人定胜天了 我们要讲如何跟大自然融合啊 这个是在克责政府的层面上面 但是我们的个人能够做什么呢 嗯啊应该是说 也是因为有极端气候 造成很多的气候的灾害 对 所以大家关心这个议题 但是拉回来 我们的重点是说 我们在减缓过程中 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对我们能做什么 对对对 就是说能做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像什么能源 新能源 能源上面的这个使用 合理的电力的配置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像减碳 然后减少垃圾排放 然后减少垃圾的 减少垃圾量 那还有什么 对啊我们讲到是说 以能源转换的这个角度 在我们新北市 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我们就优先把燃煤退了场 对因为侯市长就任之后 我们也加入了脱煤者联盟 宣誓是说我们辖内工业使用的燃煤 我们要全速退场 这个目标 我们也在2022年达成了 就是我们现在新北的工业里面 已经没有使用燃煤 那他主要的这个能源来源呢 我们就至少先先初步第一阶段 先把它改成是天然气 至少相对是碳排 或污染性比较低的 比较低啦 就是天然气 他也是有这个碳排 也是化石燃料 对对对 他也是化石燃料 只是相对来讲 他比较低 不过他的成本比较高啊 没错 但是我们不能是说 你燃煤成本低 变成是企业利润的来源 但是他可能造成的污染 或者温室体排放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 而且他的影响也比较久 没错 对健康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第一阶段 我们就完成脱煤 但是脱煤之后 我们现在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就是除了煤之外 还有大家熟知的像燃料油 燃料油就像我们一般 基隆的邪恶电厂 也是烧油的 因为油就是煤的碳排最高 再来是油 再来是天然气 所以我们退了煤之后 我们现在第二阶段是 我们希望我们辖内的燃煤 锅炉退了之后 下个阶段是燃油锅炉要退场 就使用燃料油的 也希望它至少转换成天然气 再进一步的是减少 所谓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是在我们能源转换上 在管理上 我们脱了煤 来退了油 希望至少都是天然气 另外刚好 在再生能源上 相信大家在 风电 或者是光电上 其实大家在自己的条件上 都尽量的去做开发 但是新北刚好还有一个特色 我们有大屯三系 我们刚好有地热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在金山有一个地热的发电厂 对 这也是 地热发电厂的 它能够提供的供电量有多少 当然现在只是 只有1MW 就是它还是在初步的阶段 对 但是它的地热资源 目前初步来讲 我们有机会在2030年前 可以达到到25MW 而且它的优点是说 它不像光电或风电 受气候影响那么明显 它可以比较常识 稳定的去发电 而且按照国外的经验 你只要是地热的开发之后 它的找到那个热源 技术导入之后 其实它的扩展的能力 或者是扩展的速度 会比较快 所以这也是 大家一般讲的时候 一个新的替代的再生来能源 对 这是我们新北市就刚讲的 除了传统燃料的转换之外 再生能源的开发 我们也尽可能去增加 这个是属于能源转换上 我们新北做的努力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果青年朋友们 他们要能做什么 这里我们就会从 我们自己的城市盘查 去做个补充 就是我们自己 新北市的城市盘查来讲 是以住宅跟商业的碳排最多 大概占了四成 工业大概占了三成四 就一般的制造业 这跟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 没错 大家可能都以为 像很多这个中小企业啊 工厂啊 在新北市很密集啊 没错 以为是那种工业的碳排 会占最主要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是住商啊 对 所以我们要扭转大家 是说既有的制造业的碳排 我们会去管理 不管是从燃料的管制 或者是他能源效率的提升等等 但是有一块是属于住商的 就会回到是一般 我们市民上 自己生活上 要怎么去做改变 对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很努力的去扭转 大家的刻板印象 就是我们新北市 要达到那个减碳 我们自己在住商的 活动的使用行为 就一定要大改变 要怎么变啊 举例来讲 我们常常讲是说 住商活动 我们讲住宅来讲 住宅一般来讲 我们就举一个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里面啊 他的用电的比例啦 公共区域 可能大概占了 大概25%左右 加户啦 大概占了75% 以我们目前的规划来讲 我们希望大家在公共区域的用电 可以尽量的去减少 他的用电量 用电量的减少 大家目前都有三个方向啦 一个是大家熟知的照明 一个是空调 其他就是动力设备 动力设备就是我们讲的 电梯 抽水马达 或者是等等那个抽风 抽风 对对对对对 我们第二停车场 透过这几个的设备的能效的提升 或老旧设备的态换 事实上他的节电 以目前第一阶段 他大概可以节电到20%到30%不等 哦这还蛮高的啊 对啊所以大家 所以他这样比如说他就是 那他要怎么换 比如说像这个灯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比如说什么灯泡啦 然后的改变啦 什么换什么LED啦 但电梯呢 那些抽那些什么抽风啊 或什么那个怎么换 应该是说大家都会觉得灯 大家比较熟识嘛 因为现在LED灯已经很普遍了 大家知道 哦我这个故障完之后 我赶快换的可能是LED灯 但是属于空调的部分 现在应该大家慢慢有概念的 要变频式的 以前都可能觉得不是变频的 但是他的那个能源的使用 就很浪费掉了 对但我请教这个 李俊逸这个记政 就是说因为像这种集合式住宅啊 你呃这公共区域的 这些设备的态患 他都牵涉到钱啊 对啊所以说 他也得这个整个的社区里面 大家有共识 有钱才行啊 对啊所以我们新北市 你们有补助吗 有所以我们就是有补助 你们有补助 OKOKOK 对以一般来讲 现在照明来说 他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的 假设是像我们停车场 他可能使用时数可能有时候是 24小时的 其实以把它从传统的灯泡换成LED灯泡 他可能是一年内就回本了 他节的电量换算他的成本 其实他就回本了 但是属于空调或那些动力设备的 我们新北市政府就提供社区 他在泰换的时候 适度的金额的补助啦 OK 对啊这个补助也是希望是说 有心要提升这个节电的社区 他们社区官委会在提案的时候 可以受到所有住户里面的同意 进算的泰换 因为确实他要提升这个能效 他也要开始要投资相关成本 他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申请吗 哦我们条件很简单 他只要是四年以上的 哦就可以啦 对因为我们要的是说 不要你心房 你不要是刚完成了 你自己都还没使用 情形都还不稳定的 不过就说这个对于像新建 新建物的话 通常在这个建筑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的要求啦 没错 所以说新建物比较不会碰到 这方面的问题啦 对啊所以我们提供的资金 最主要是希望给十年以上的啦 因为现在慢慢十年以上 他可能原本一开始的设备能效 就没那么好 对对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应该 适度我们大概给的补助金额 大概是15%到40% 不等的补助金额 也希望给大家一个诱因 愿意去说赶快来进行设备 太换 太换 对对对对 所以在住宅的部分有这个 哎家庭我们可以做什么 对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拉到家庭 因为那个住宅的公共区域 是大家透过大家适度的物业管理 或有效的去做管理之后 可以有效的建议啊家庭里面 你要怎么去减少你的用电呢 我们一般来讲家庭里面最主要的耗能电器啊 大概因为理解上的冰箱 冷气 电视 洗衣机 或热水瓶 对对不对 啊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自己的使用情形是怎么样呢 通常我们很容易都是等到两个月后 开到电费单的时候 哇怎么这么高 但是慢慢慢慢的 因为现在扣掉的是说 收到大费单案之后 我们现在配合台电不是常常都有慢慢的更换成为智慧电表 嗯嗯 啊透过智慧电表 事实上你就比较能容易去掌握你自己的足食的用电情形 嗯嗯啊所以我们新北市就是希望结合我的足食的用电情形的使用 导入所谓的住宅的智慧用电管理 嗯嗯 对这是我们目前在尝试的智慧用电管理 因为我们只要结合这种智慧用电管理的时候 以后大家就会知道 哦我这一期的电费单里面 我照明 我空调 我洗衣机 电冰箱的占比是大概是多少 因为它可以合理的去预估 嗯 那这时候你才能知道 你的节电是在哪里可能发生了异常 嗯或哪里有空间 举例来讲 我们也是因为推动了这个智慧用电管理 嗯才发现是说 有两户的人家 他们都是买了同样一款的冰箱 嗯 但是里长在帮我们协助他最终他的用电的时候 奇怪 啊怎么用电量会差那么多 那时候才会理解 我们可能都觉得自己很有概念 我冰箱不要常开启 我里面的冰冰的东西不要放太多 对 但是什么叫常开启 什么叫放太多 你可能很难去体会 你觉得我开启是不是不多啊 嗯 那时候透过有点智慧监测 就是一开始都是拿的一个数位插座嘛 嗯嗯 对啊 监测的时候就好像发现 哇 你的行为真的差成用电量会改变那么多 它会差很大吗 没错 在超出想象的 就是你理解中的可能跟自己想象的的是不一样的 跟实际上的表现是不一样 习惯的行为对会影响到用电量这么大 这是怎样 它是很频繁的去开去开启吗 对啊 啊有些开的时间太长 对啊 有些可能是我们他当然后来里长帮我们去问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他在煮午餐的时候他每拿一道菜的时候打开一次拿出来弄弄 反正就这样子啊 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能这要煮三道菜我同时就先拿出来啊 我就不用随时去开启啊 概念上 哦 啊或者是 这有差这么多吗 还真的就是一个奇怪 对还超出我们的想象 哦 但是我这里的重点并不是是说我们要真真的计较 计较 我开启了几次 而是就说要告诉大家的时候你一点小小习惯的改变 他在用电量上面呢他可能就会有差异对这个是我们平常呢 呃真的是很容易忽略的啊这个飞电午餐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 今天从这个李俊逸这个记证讲的呢我们大家都长知识了 我们今天呢我们请到新北市环保局李俊逸检任记证来跟我们台下在气候变迁 呃减碳的这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啊 我们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生活上面呢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的一些呃积累成熙的习惯啊 呃只要改变一些小小的习惯他就能够让我们在呃减碳上面呢 还在省电上面呢能够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呃有很大的进步啊 我们继续请教这个李俊逸这个检任记证啊 呃您刚才提到就说冰箱啊冰箱的使用就减少那个开开开来开去的这个次数 对啊他在用电量上面呢呃就会有大幅的降低对 这实在是还蛮难想象的对嗯好所以为什么能源署一直提醒是说 我们冰箱不要太靠近墙壁然后不要冰太多不要常开启你你总会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还不错了 你有没有觉得就说进一步再告诉大家说冰箱不要靠近墙壁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你一定是靠比较靠在墙壁放啊不然你放哪里啊不会 然后我们也都会觉得2628这都是常试啊怎么有什么需要去那个对对 什么叫2628冷气我们都希望冷气2628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回来还有一个就是经营部长告诉大家就说 呃不要每个房间的冷气同时开哈哈哈哈 这开玩笑这开玩笑好所以就说这些常试性的东西其实你只要做到对对差别就很大对对啊 我们这里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说我们节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当然是设备的态换 对就是把它换成比较高能效的嗯但是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行为的改变嗯他的节电量可能是超乎你自己的想象的哦对 我给你讲到这种行为的改变还有这个设备的态换啊我最近呢换了我家的冷气对我也是非常的夸张啦好 我在那个房子住了呢快20年啊冷气呢大家知道冷气要最好要定期的清洗对不管你是中央空调式的啦或是是什么呃分离式的或怎样他要定期的清洗 但是我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中央空调式的呢我我用了绿管从来没清过我从来没清过我用了19年我从来没清过最后呢他终于寿终正寝了他的叶片呢都转不动了对好然后呢呃我换了冷我就换了冷气嘛呃之后呢他不但呢比较冷好而且呢其实在用电上他应该也是比较省电的没错对这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对 那种分离式的比较好清的那种滤网是会清是会清理但你装空调式你就觉得说这样怎么清呢然后就得过且过得这样过这是错的好这是错的对对啊我们刚讲到属于冷气或空调的部分啊这里有一个小秘诀也分享给大家因为这是我们实际上市民朋友他自己的行为改变的造成的节电的不错的成绩就是他以往啊他在上班前的时候才把家里的冷气关掉嗯 他后来也是因为就我们有给他相关的节电建议他踩行了他就是在上班前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他就把冷气关掉了因为那时候的温度还可以让他在那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还可以在基本的舒适的环境对对对对准备要上班后来他才发现他这样他竟然他的节电量可以高达9%嗯嗯嗯嗯就单单冷气是改变而已哦就是呃提早关冷气半小时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一般这个用冷气的习惯是什么哈其实我是还蛮耐热的啊可是因为这这两年呢天气实在太热了嗯嗯所以说几乎就是不开是不行啊但是呢通常的话呢呃像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房门一定是关的对对你可能比如说让他吹个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其实就让就定时然后他就 呃冷气就关了其实这样他通常来讲是够的对嗯嗯嗯嗯啊我们真的讲是说这里的行为改变很重要然后我们觉得青年朋友对于行为的改变的接受度又更大嗯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的重点就是说青年朋友啊他们如果刚讲到智慧智慧用电管理他可能要透过适度的用电的监测监控或者是从自己的手机里面查询自己用钱行星嗯嗯嗯 可能他们对这个装置比较习惯嗯嗯他们就会好好的去运用嗯对于一般稍微不习惯使用资讯设备的他可能觉得啊我还去掌控这个用电器的时候嗯嗯所以这里我们就觉得行为改变我们慢慢如果从年轻人着手嗯他那个效益是可以扩大的嗯因为在我们自己在辅导过程中就发觉啊 年轻一代嗯不管是我们常讲的在环保议题上或动保议题上嗯真的是比上一个世代的特别关心嗯他们如果觉得这个价值是好的其实他们愿意去改变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政策上我们都会优先把青年当作我们政策沟通的对象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行动力有时候他认同了之后他那改变的力量是很大的是我我请教这个这个 这个李俊逸解任记政啊嗯就说在青年的部分啊就目前这个新北市你们认为哎最迫切您刚除了说这个行为的这个改变上面呃他们呃很容易跟上这个脚步之外还有什么像比如说是减速吗减塑胶减塑对是什么样呃是需要呃在这个部分上面呢需要大家来配合的没错嗯就是说从生活面的行为改变我们刚讲的一部分嘛 可能都是从能源的使用嗯不管是怎样去节电或者是我改变我电器的使用方式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真的要达到净零的话嗯循环经济循环资源这个意义就不得不碰到嗯对所以刚讲的不管是减塑嗯嗯或者说我们现在常统称的一次性用品的减少使用嗯嗯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去国外或者是国内很多的 旅馆都一样的现在都不再提供一次用的牙刷对对对牙膏等等嗯除非是说你真的忘记带了嗯嗯好他才是说在柜台提供嗯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好的因为透过你一次性用品的减少使用你才能源头减少资源的开采嗯或无畏的生产的浪费对还有一个很大的其实就是手摇引啦嗯嗯手摇引的这个部分我们呃我们现在已经进了那个呃 吸管吸管对吸管所造成的呃海洋垃圾啊对于生物的危害呢真的非常的大啊而且他那个吸管他像还有很多那种塑胶维力啊嗯他进入到他进入到这个食物链里面呢他所产生的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深远的啊对所以呃进这个吸管然后呃减少这个塑胶维力还有就是那种手摇引的嗯 大家真的是要真的是要想个办法就是你如果有这方面这个习惯的话最好这个自备杯子啊对垃圾量太大太大了没错啊但至少是说而且我们那个手摇引呢因为他上面要封口嘛他那个也是塑胶啊哦现在都不行了对现在都进了就进了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大家看的都变成是属于用纸杯或什么呃维组的啦塑胶的区域现在都已经进了就都要进了就很重要啊现在只是说我们如果要 要进一步再减少资源的浪费嗯就是真的是自己自备 环保杯环保杯对对对对这个是慢慢的我们也是在希望 透过各种活动的办理也都是鼓励大家自备环保杯嗯对对因为慢慢的一开始享受循环杯但是每个人的卫生习惯会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他觉得 要在循环使用他觉得麻烦嗯或者是他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别人会不会清洗干净嗯但是我们都跟他讲就好比你在餐厅里面啊 你会相信信任店家他的杯子是清洗的ok他才拿上来提供给你做使用了我们是慢慢的是希望大家觉得适度的卫生清洁管理之后那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了对台湾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棉洗碗筷这些是因为那时候干干盐对对干盐的问题哦但是呢呃他却制造了大量的这个垃垃圾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当然最好 都是就最好是自备了 而且他其实也可以是 他也可以成为是一个 创意产业的一环嘛 我们如果说能够打造 属于自己专属的这个环保碑 他在这个创意领域跟这方面呢 他也会是一个 也是也会是一个卖点 没错没错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希望是说在住宅生活 或者是商业活动里面 透过节电或者是一次用品的减少 来减少碳排嘛 这是做不做啊 另外还有一个出行的选择 交通工具的选择 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以新北市来讲 我们所谓在运输上的碳排 大概占了25%左右 其实属于出行的碳排 要减少最好的方式 一来是说 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一个嘛 就减少私人运居的使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液体比较夯 电动运具的使用 对对对 电动运具的使用 目前如果是说扣掉是大家 可能是如果刚好不小心 电动车因为不当管理或使用 造成的影响 我们先撇除这段不讲 电动车的使用 以我们现在的状况 你把油车换成电动车 你的碳排就减了一半 是 不过他这个就电动车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牵涉到什么充电桩 对对 设置的问题对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公共建设 另外的议题 没错 这些都是城市治理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特别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面对气候变迁的 他那个危机就是发生在我们 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呢 呃那他伤害到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 呃生活环境上面的所带来的那个挑战会越来越严峻了啊 非常谢谢呃新北市环保局的李俊逸 剪刃剂症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气候变迁和减碳上面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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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爱点你 U.F.O